哈囉大家好,我是阿倫 Sandy 我們今天來到韓國的超市 要來推薦給大家我們心目中的好物之外呢 前陣子非常流行的一個主題叫做 跟著別人一起買 所以就想說那我們就是跟著韓國人一起買 應該可以買到最倒立又最好吃的東西 感覺還蠻不錯的耶 因為我說真的,我真的常常去超市不知道要買啥 但我們內心說還是有一些好物 所以今天這一集呢 就有點像是我們自己喜歡的 再加上偷看一下 欸,隔壁那個螢幕 還有隔壁那個韓國人 買些什麼,我們就跟著買 這樣可以買到最讚的 那如果大家對今天的主題有興趣的話 就繼續看下去吧 好啦,我們現在進來啦 我們進來的這邊是HOME PLUS 就是在韓國大這邊的 然後一進來就是酒區 這個女的馬上開始看酒耶 她這個是那個HONI POTO AMOND的MAKGOLI 的聯名嗎 喔,好像還不錯啊 要買來喝喝看嗎 考慮一下 那我自己呢最近很喜歡的是這個 Chong Ha 它是沒有那麼燒酒感的 它是燒酒配上氣泡酒混成的一種香檳感 喔,對,它這個是喝起來比較香檳感的 嗯,所以比較輕一點 然後搭數大概7% 如果不喜歡燒酒的人 我覺得這個很適合推薦大家 這個是最近非常非常胖的 最近韓國人流行什麼 就是一切都要ZERO ZERO到飽,連酒都給你出ZERO版本 來這個,大家截圖一下 如果喝酒怕胖的 非常適合這個 因為它是果湯的一種 對,可是它其實還是有一點熱量 對,因為酒精本身就有熱量 酒精本身是非常可怕的東西 好,但這個我覺得也不錯 我們剛剛看到上一車 對 那個阿姨 對 她毫不猶豫,所以就丟了這個東西 馬上丟進去 前面有個阿姨,前面有阿姨 她買了一些特別的東西 有一個類似葵花籽的東西 它那瓶是什麼 它那瓶藍色的是什麼 好像是那種運動能量的 哦 大品 還是你要買那個 我們去買那個 好的 好的,大家如果冬天來韓國 不要忘了 不要吃草莓 超級包裝 你們猜這個多少錢 18顆左右 我看大小 8,900而已 就大概200區 200區 我覺得超級無比便宜 然後它旁邊看有這種 優格 超不花 好幸福 我們草莓一定要買起來 就是冬天的時候 如果是冬天來韓國的 各位朋友們 並吃 你剛剛偷看的也太明顯了吧 我偷看的 他剛剛別人的車這樣經過 他直接喵下去耶 啊沒辦法 他剛剛買了什麼 我剛剛看到他有買一個這個 哦 那很好吃 這個很推 這個我也很喜歡 這個非常好吃 有一陣子我也是愛上這個 很脆 然後口味也蠻特別的 不會太鹹 甜辣甜辣的那種 那不會 不會到大辣 就是 不會 香香的那種 對 而且它的這個脆片 我記得是古物脆片 嗯 非常脆 對 非常脆 然後很順口 吃一口就開始 一直口味 猛吃 這個 很灰 OK 拜 買一下 然後我剛剛有看到 他好像有買一個這個 哦吼 米熟 是玉米 這個金熟 哦 他都喜歡這種餅乾類的 對 韓國人非常喜歡 剛剛那個大叔 喜歡餅乾類的 是這種金熟吃 可是我沒看見他買的是什麼味道 不過我現在拿的這個是玉米香 可是我自己比較喜歡的是這個 哦辣辣的 超好吃 來 怎樣 Sandy時薪推薦 餅乾醬人 這個 非常好吃 因為 他們這個牌子呢 以前是做類似那種 卡迪娜的那種 馬鈴薯餅乾 為主的 可是 忘記是從去年開始吧 反正他們就新推出了 這個是 感覺像是 地瓜 奶油 對 他外面是一個焦焦脆脆的那一種 類似烤過的奶油 然後中間是那個地瓜條 OK 很好吃 他這個是真的吃得到地瓜香的那一種 真假的 好期待哦 我今天不會喜歡 好 買 好的 現在我們來到了泡麵區 至於泡麵區 我們剛剛偷看別人 就是要嘛就是 Sinkra麵 要嘛就是 金拉麵 就這兩個 你看他就買一堆金拉麵 就這個啦 紅色的 辣味的 其實他的味道跟 辛拉麵蠻香的 最近很紅 然後 蠻多人都很香 我剛開始來韓國的時候也都是吃金拉麵 對對對 才開始吃 反正大部分都是這兩個啦 對啦 然後我自己私心推薦的是這個 跟你說超級爆炸好吃 真的假的 他是乾的 然後呢 是clean的 大家要看清楚 要看什麼 他是clean 他是乾的 他不是 他是奶油的 不是那種 平常我們吃的辣螃蟹 超香 超好吃 就是那種 粉紅醬那種感覺 奶奶的 又辣辣的 超級無敵好吃 我家還有一包 來 來 這個是我自己 非常的推的 從來沒看過有人推這個 很好吃 怎樣 他是什麼口味 對 他是其餘的刀削 哦 海鮮感嗎 對 然後一般韓國 因為韓國大部分的泡麵 都是那種紅湯 哦 辣辣的 哦 對 很刺激的味道 對對對 我剛剛那個也是偏辣 對 但是這個是那種白湯 他是清湯的那種 然後不會辣 對 不會辣 然後他的麵體就是韓國刀削麵 那種有點硬體 酥硬軟軟的麵體 我覺得吃起來 欸怕辣的 大家解除 快點 他有一點那種胡椒辣 但是不是那種 韓國泡麵的紅湯辣 然後我以為這個真的非常喜歡吃 因為我覺得他吃起來比較負擔感沒那麼重 所以這個也是我自己蠻推的 好我們剛剛偷看到阿姨的貨物車裡面呢 有這個 王杜郎 這個泡麵 他就是煮大便宜大碗 他超級別的 他才1000塊 而且他是負碗的 沒錯 因為他不負碗就要1000塊 他負碗還1000塊 然後小雨說這個也是韓國的網湯 就大家去網咖啡 韓國人自己去網咖啡 所以韓國人也蠻愛吃這一家的 對 就是他們說去網咖啡就是要網咖啡 網咖啡 這個是大家應該都很熟悉的香蕉牛奶 草莓版 但是他們最近讓我很瘋狂的就是他們跟這個 憐憫啦 那個波波羅裡面的 他真的長這樣 就是他那個牛奶 這邊給大家看他側面的包裝 就是長這樣子 好可愛 好的 我們剛剛有發現因為韓國大叔購物車裡面有這個煙燻 所以要把它放進我們的購物車 就是我覺得韓國很多這種火腿啊 培根啊都做的蠻好吃的 因為他們對加工肉類好像沒有像我們這麼排斥 對 因為他們也會吃那個午餐肉啊什麼的 雖然我們就會覺得好像很健康 我們剛剛看到某一個阿珠瑪他的購物車裡面 就直接有這個 海苔 這個海苔就是韓國人吃飯必備 因為有這個海苔配飯真的是 你這個飯可以多吃好幾碗 很瞎飯 你確定阿珠瑪不是因為海影才賣的嗎 我不確定阿姨是 但這個真的很瞎飯 好吃就是了 很好吃 所以如果是來韓國玩 然後去逛韓國超市的話 其實也蠻建議可以買這個回家 因為他可以吃很久 對蠻多人喜歡吃海苔的 對然後配飯又好吃 所以蠻推的 好 來 夠 不知不覺已經來了很多 超市真的很可怕 我的天啊 我們剛剛發現 現在竟然連ZERO的巧克力餅乾也有 巧克力餅乾 軟糖 跟這個巧克力球 巧克力球 巧克力球耶 所以全部都是ZERO 你就知道現在韓國 湯的就是ZERO 對 但是他們這個ZERO不是熱量零啦 就是單純就是零糖 可能用代糖之類的 對 用代糖的方式 對 他私心推薦一個 這個也是算是我剛來韓國的時候 然後的意外的發行 他中間的巧克力比較是那種白巧克力 喔 他有一點微微的咖啡香 我覺得也不會太甜 好 那可以買 因為韓國好多都好甜 好啦我們現在來到了泡菜區 阿姨呢就是買這個 最基本的然後最大包的 就是每個人都愛吃的 他們家裡面也要有這種 沒錯 然後他們泡菜很特別都是這樣包裝的 對 都是這樣包 然後你們自己再裝到一些 可能來分裝啊 對 分裝的 吃什麼 然後 蠻多人也會來韓國帶泡菜的 對 因為其實韓國的泡菜說真的就是 比較道理 而且好吃 嗯 大家都是 進入都是買這個牌子的 中家這個 中家這個 中家 對 台灣應該是中家 大家都是買這一家泡菜 我男友也說 這一家泡菜最好吃 真的很好吃 各位我跟你們說 這邊韓國吹起了一個特別的風氣 就是 自己在家煮 他們就這樣推出這樣一個 我覺得超主題旁邊 一人份的這種料理包 就是把它全部這樣加進去就對了 然後我有一次呢 就在縣東上面就發說我煮什麼 喔 然後大家就會說什麼 我那時候好像有回禮包 對 大家都會說我很離開什麼 但我其實就是買這個 哈哈哈哈 就他都幫你切好 洗好 就是 加一加就好 對 對 調味都幫你調好 沒錯沒錯 西式也有 中式的這個 就是配上 這雜菜的種種 這種也有 什麼意思啊 包裝很漂亮 然後只採一萬塊 大概兩百多而已 對這其實是 韓國一餐的餐廢 非常划算 對對對 像是部隊鍋啊 然後這邊這裡 豆腐鍋 然後還有這個 大醬鍋 通通都有欸 橄欖油蝦 那種西班牙料理也有 對 好啦我們過來玩超市啦 我覺得會蠻好玩的欸 就是偷看別人買的時候 然後跟著買衣服 對 就是很多事有點忙買 好重 好重 但也有蠻多是我們自己 真心推薦啦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喜歡 什麼韓國超市的東西 也歡迎留言推薦給我們 我們下次有機會 可以買來吃吃看 喔可以欸 下次可以直接買到 大家互相交流一下 新品試吃開箱之類的 好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影片的話 記得按喜歡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瞬間追蹤我們兩個的IG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啦 謝謝大家 掰掰 幫忙 很多指 overst… 幫忙